倒掉 驾驶间间吊车勾勾钓起超大招牌 他警觉性停下不敢过 哇好险那边没车哦 你刚才没开过去了 幸好驾驶的防御能力点满果然出事了 吊车高调的招牌卡到车斗上的另一块 结果翻了下来往旁边马路砸 还好机车骑士停得很前面 还吓到频频回头看 夸张的画面被车主po往发文说 还好我早就知道他会倒下来 没开过去不然就被砸了 网友大赞他又神预测危机意识强 事发地点在苗栗市的中山路上 重回药局的外面招牌已经移走 里面也拆光光 装潢废弃物堆满地 但工班却是一问三不知 拳棒掉下来的部分 是不是你们在施工 不是啊 你们是顾着哪个部分 室内拆除而已啊 外面的部分都不是我们的 据了解这家药局要重新装修 6月7号才第一天施工 但路边拆除招牌却没有一规定 先向主管机关申请斗路许可 施工时也没派人疏导交通 招牌差一点就砸到人车 相当危险 警方将依法开罚 违规公斑 东三新闻吴俊祥张成元在苗栗的采访报道